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这里是星星在农村 都说人 无论穷有 有三种钱是不能花的 具体是哪三种钱呢 咱们去找人了解一下 哥 你有多年龄? 我今年45 45了? 对 你这有几个孩吧? 我一个 就一个男孩? 对 一个男孩不来情 对吧 你像给你这个年龄呢 四十多岁 就是说 但是这个年龄的动力比较多 一个就是说 人用那几个钱不能花 就是说 不管你再穷 这几个钱都不能花 不易自财 是吧? 不易自财不能花 对 就是说 给人家墙上丢下有用 没好事 墙上不会丢下有用 对 是不是 还有什么钱不能花? 这个 不是自己的能花 对 那不是自己的钱别的不能花 是吧? 不是自己的钱也不能花 还有其他的吗? 还有什么? 还有明天的钱不能花 明天的钱说的是什么 明天的钱还是 就好像是给贷款 对 就是透支 对 你想 你这几天的钱还没挣呢 你又把明天的花完了 到时候整租不上这个窟窿怎么办 对 再说了像荣耀之 现在就是用的那个信用卡 是有年前的那种信用卡 对 我起来说过有种人 有种人是吧 这个信用卡肚子也很厉害 到时候贷款不上可能利益还很高 对 我听他们说的很保利 保利 对 咱不得了 哦 还是不用最好 对吧 不用最好 别管还挣钱多少 只要能养活咱的家就行 对对 小女儿来说的 反正那种 你也没为 我现在这个 是吧 咱们已经为了为了 你已经解决了 解决为了为了 我看你这挑战运的也都不能 现在你就说 随后来说 随后来说 也就是说 跟你刚才说的那个 像你这个年龄也知道 就是说 不一支财战不能花 还有不是自己的钱不能花 还有这个明天的钱 也就是那个透支的钱不能花 你万一透支花不上这几种东西 所以说你今天还没 你就把明天压下了 也是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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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通过刚才和这位大哥的交谈了解到 大哥说 有些三种钱是不能花的 一是不易自财 二是不是自己的钱 三就是明天的钱 明天的钱是说的透支卡 这样的钱也不能花 花了会麻烦的 本期视频分享到这里 下期再见